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慢说 黄儿 母亲 还在读书啊 母亲还没有歇息啊 刚才章五来了 说左丞相 些朝中的大臣们已经到了 他们在哪儿啊 住在驿馆 说明天就接你到长安登基 登基 怎么黄儿 你不高兴啊 咱们娘儿俩终于熬出头了呀 可儿臣还不知道 在儿臣面前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 黄儿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母亲 虽说帝王之位是万人瞩目 可也是高处不胜寒啊 儿臣读了书才知道 从古至今 为了争夺地位 演出了多少人间惨剧 倒不如民间的百姓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 可也其乐融融啊 皇儿 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啊 你应该像你父皇一样 拿出天子的气派来 明天 去见见那些大臣们 母亲 难道孩儿就别无选择吗 没有 恒儿 你也应该替娘想想啊 难道你就 就不想报答娘的养育之恩吗 是啊 儿臣知道了 好了 去歇息吧 是 生在帝王家 没有自有身哪 请右丞相陈平大人 大将军周伯觐见 不知诸位勋臣驾到 横有失远迎 代王请起 臣等深夜才到 不敢打扰 今天才登门拜见 还请代王见谅 诸位都是父皇的重臣 快快请坐 皇太后并天 本应前往京城调研 然 代国地处偏远 横幼偶然小极 一直未能成行 还望诸位前辈多多见谅 代王 没去才好 代王 临时一门飞扬跋扈 人神共怒 已被我等诛杀 现朝中无地 而代王乃先帝敌亲骨血 臣等再三斟酌 前来恳请代王进京登基 特献上皇帝玉玺 请代王手下 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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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儿如果再次退去 你就出去将皇位替他接下 皇匪不必着急 丞相 丞相和诸位大臣如此厚爱恒 恒感激不尽 只是 天子乃一国之君 非智者 贤者 不能服众 恒财书学浅 恐不能担此重任 更不敢奢及皇位 还望丞相 接诸位大臣 令则高明吧 代王谬仪 先帝 先帝曾与臣煞血为盟 非刘氏而亡者 天下共诸之 如今朝内空虚 百官称皇 百姓称孔 代王 请以天下百姓为重 登高称帝吧 代王 请以大汉江山社稷为重 请代王以天下百姓为重 丞相 快快请起 周将军 快快请起啊 代王不答应 老臣们 就永远也不会起来 皇妃 代王这样推让是对的 你这太后啊 是当定了 既然宗室的王侯将相都尊横为天子 横就不推却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受刘靖一拜 请受刘靖一拜 恭喜太后 等到了 终于等到了 对我们称点 帝皇来 皇帝陛下 国师快快请起 不必行如此大礼啊 陛下此言谬意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刘靖是按理质给陛下行礼 请陛下端坐龙榻 守刘靖行三寇九拜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师平身吧 谢陛下 国师深夜来宫 莫非是要交寡人礼仪吗 臣是向陛下辞行的 国师要去哪儿啊 臣要辞官为民 请陛下恩准 国师 为何要辞官回家 是寡人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 此事不关陛下之事 经老了 也累了 想回家好好读读书了 难道国师就不想辅佐我了吗 朝中大臣众多 不缺我一个 陛下 还请恩忠吧 国师请起 国师请起 谢陛下 国师 从小 国师就给恒讲天下大事 国师 将为人处事的道理 为了恒 国师还被后党的人撞断了腿 国师带恒 真是恩重如山啊 陛下 寡人本想登基之后 为你为丞相众人 继续辅佐寡人 不想 国师竟要辞我而去 寡人的心里 陛下 您能以贤德征服众大臣 当上天子 这就是为师最大的欣慰 我真是高兴啊 竟真的是老了 俗话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陛下 就让老夫高老欢乡吧 大一 大一 一 二 二 米 辛 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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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依丞相之言 周伯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谢皇上 还望二位丞相共同努力 帮助寡人治理天下 赵安君啊 赵安君 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宋先生 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书馆已经搬迁了 书馆已经搬迁了 馆主让我在这儿等你 我可是在这儿足足等了你半个月呀 赵安是不醒来的 所以让您在此久等了 没关系 馆主现在在哪儿 馆主在长安 他让我在这儿等了你之后 一起去长安 长安 我去长安干什么 天机不可泄露 你去了就知道了 想当初吕智住在这儿 我们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也只敢在梦中来一下 想不到今天我也可以住在这儿了 太后就是国母 整个后宫都是太后的 太后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我就是要住在这儿 我要试试 住在这儿到底是什么滋味 是 太后 这是皇上送来的凤袍 请太后试穿 我试试 我试试 嗯 怎么这么短 连脚背都没盖过 太后 回太后 皇上有指宫中所有裙福尝不得微地 皇上的责任是治理天下 他管这些事干什么 拿回去 重做 遵旨 遵旨 我是一国之母 我就要常去为帝 陛下 陛下 这些都是吕氏余孽名册 请陛下何时 该杀就杀 该行就行 以告天下 这么多 这些都是吕氏余孽 如不斩尽杀绝 恐怕日后作乱 左相 左相 你说呢 陛下 以臣看来 杀鸡给猴看看就行了 用不着斩尽杀绝 以告天下 陛下乃宽侯仁慈之君 祸乱自平 右丞相 臣在 全国一年 绝育多少 这 臣不知 那前谷出入 幼时多少 这 臣也不知其详 左丞相 你知道吗 陛下 臣用不着知道 为什么 有主侍者知道了 臣就用不着知道了 主侍者是谁 陛下 如果问绝育之事 问廷尉 就知道了 如果问前谷之事 问智利内史 也就清楚了 既然各有主侍者 那寡人又主什么 陛下 陛下 主臣即可 陛下 丞相的职务 是辅佐天子 治理万物 朕夫四仪以诸侯 亲服百姓 而陛下的职责 是治理百官 使清大夫各得其任 如此天下大质疑 原来如此 是寡人错怪你们了 两位爱卿 今日就到这里吧 退朝 好 五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札安 里边请 宋先生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儿是皇宫 皇宫 对 长安城的卫阳宫 是天子住的地方 宋先生 你怎么带我上这儿来了 咱们赶紧走 来错地方了 怕什么 有馆主在呢 皇上驾到 这 哎呀 宋昌 叩见皇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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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平身 来来来 起来 来来来 你也请起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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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寡人刚刚颁布了政令 凡后宫女眷一律不得长裙脱地 以婿浓丧 此事不好更改 遵旨 赵安 来来来 坐 上坐 这 我 寡人想你多日了 真想与你彻夜长谈 来来来 赵安根本就没想到 管主就是当今的天子 多有冒犯 请皇上恕罪 这也不怪你 当初母后是为了寡人的安全着想 所以在平城修建了七山书馆 让我在那读书 对外执意管主相称 当初皇上彬彬有礼 待赵安如同亲兄弟一样 赵安是万万没有想到 寡人即便是当了皇帝 也视你为兄弟 陛下身为当今天子 赵安万万不敢 到了长安 当然不像当初在秦山书馆一样随便 不过 寡人想封你为御书房中郎 就在宫中陪伴寡人 继续挑灯夜谈 可是 多谢陛下厚爱 赵安感激不见 不过 请恕赵安不能接受皇上的封赏 为什么 这次回家 看到母亲又老了几分 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 既然书馆已经不用赵安再抄书了 那我就想回去继续孝敬父母 寡人知道 百善孝为先 如果你想尽孝心的话 就可以把父母接进京城 寡人赐他们一座府邸 你看怎么样 多谢皇上 但是我还是不能聪明 怎么 难道你不愿替寡人分忧吗 不是皇上 实话禀告皇上 这次回家 我娘跟我说 我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大哥 所以 我想去把我这个失散多年的大哥找到 了去母亲的一个心病 那你这位兄长现在何处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他在何处 那你怎么寻找呢 我娘跟我说 我大哥身上有一处红色胎记 红色胎记 这个胎记 长在身上的何处啊 我娘说 在右腿的这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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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安就告辞了 你先住在哪里 哦 皇上 我想去找一个小客栈 明日去赵安 明日去赵国找大哥 来人呢 陈在 去 给赵安准备一家驿馆 好酒好肉款待 是 陛下 不用了不用了 我自己去找个小客栈就可以了 你下来 你是我的客人 随他去吧 这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去吧 请 我去了 我去了 我 我 我 跟我说 我大哥身上 有一处红色胎记 儿臣参见母后 免礼了 为娘的担当不起啊 你们先下去吧 儿臣知道 儿臣做的事 对不起母后 可儿臣身为天子 想唱节俭之风 凡后宫女眷 一律不准长裙脱地 此事 已经颁不下去了 如有不公之处 还望母后包涵 你现在是一国天子了 为娘的怎敢不包涵 儿臣虽为一国天子 可不敢忘记母后的养育之恩 只要你心里有为娘就行了 皇儿 这边坐 谢母后 谢母后 你的客人都走了 走了 母后 恒儿有一事请教 何事 母后 恒儿腿上的这块胎迹 是天生就有的 皇儿 为何问起此事 儿臣在平城读书的时候 认识一个超书的叫赵安 他说 他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哥哥 腿上也有一块红色胎迹 赵安 就是你今天召见的那个年轻人 正是他 此人不仅聪慧过人 而且写的一首好历书 还能熟读诗经处词 与儿臣相谈甚洽 这个赵安是哪里人 尚郡人 家里世代烧炭狩猎为生 一个农家子弟 怎么能识字 嗯 他说 是他母亲口传手教的 一个农妇竟然识字 还知道诗经处词 啊 儿臣也觉得奇怪 可见他母亲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他还说 他母亲是楚国人 多年以前逃到上郡的 哦 更奇怪的是 但是他还说他的哥哥身上有一块胎记 位置跟儿臣的一模一样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连长相酷似的人都很正常 何况是一块胎记呢 恒儿 你记住 你现在是天子 不能什么样身份的人都结交 此人彬彬有礼 不像萧小之徒 那也不行 本来你当了皇上 刘姓诸王都耿耿于怀 如果是他们派来的刺客怎么办 可 他们怎么知道恒儿身上胎记之事 那有什么奇怪的 你从小就是宫女带大的 你身上的胎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儿臣知道了 习惯 习惯 奴才在 我问你 当年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回太后 奴才原来是在楚国为奴 高祖灭了楚国 奴才就被送进宫中 先是打杂 焦宗官死后 就被内务署派到高祖身边 高祖变天后 就留在后宫伺候皇太后 如此说来 你进宫时间也不算短了 你可记得当年高祖有个妃子叫新锥 奴才记得 那是丽妃娘娘 长得美若天仙 天狗吞日那年 被一个壮士从宫中劫走了 这我知道 当年 七妃和管妃自尽的时候 她还帮我说过几句好话 我是想问你 这个丽妃是哪国人 回太后 听说丽妃娘娘是楚国人 你是听谁说的 奴才当年是焦总管的徒弟 奴才是听焦总管说的 奇怪 天下竟有如此相同的怪事 难道真如母后所说 赵安是刘姓诸王派来的刺客 赵安是刘姓诸王派来的刺客 娘 爹 唱完妹妹 赵安已经来到京城长安 我是皇上请来的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太娘 你又在想完了吧 太娘 是啊 是啊 他爹 你说安安怎么还不回来 他是不是怪我 不该把畅晚嫁给玄黄了 你就别老责怪自己了 你看你 为娃娃家操心操的 头上都生白发了 可他们 都是我的孩子 都怪我 是我对不住你啊 太娘 没让你过上 舒心的日子 太爹 快别这么说了 以为我 做的已经够多了 你看你 都老了 都怪我 玄黄这孩子 都是我给宠坏了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太娘 回家吧 山上风大 还有这个啊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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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给吧 来 慢点 走 走吧 别累着啊 只要你熟悉 我就是累死一百回 算个啥呀 来 别看了 你到这儿是逃不出去的 你们是谁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啊 你们要干什么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话 不然的话 你就见不着我们明天的太阳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受谁指使而来的 没有谁指使我 我只是奉我娘之命 来找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哼 赵檀 我问你 你娘是不是从窟里逃出沈窟里 我不知道啊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采灵 胡叔 她一个农户 怎么能这么支手打理呢 我确实不知道啊 陛下 是 赵安 你知罪吗 我犯了什么罪啊 好 那我告诉你 我要让你宿得明白 你编造谎言 混到天子身边 徒谋护悔 你罪该万福 不 我没有骗皇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哼 你 不用脚量 你貌似老师七十奸诈 为近身腾达 而编造荆天大谎 实数最大恶极 你本该 凌迟而死 吾皇宽厚仁慈 念你读过几天圣贤书 也算个读书人 可赐白领一条 你资金吧 赵安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死了 不要紧 只是我娘 还有我爹 我不能在他们跟前 尽消了 你毁之蛮蚁 你毁之蛮蚁 白自尽吧 我求求你们 去转告皇上 我没有骗他 我说的真的是实话呀 死之前 我只求 你们一件事 何事 何事 这是我娘 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 请你们转交给我娘 告诉我娘 我不能再替他 找儿子了 陛下 快 等你 放在蓝子里 陛下行刑吧 不 先留下 赵安 暂且留你一命 把你的头收回来 好 臣叩见皇上 宋爱卿 你可知道 这块玉的出处吗 怎么 连你也不知道他的出处 回陛下 这是块和田软玉 产自西玉 此玉白如扬枝 是块好玉啊 寡人知道它是块好玉 寡人想知道的是 这上面所刻之物 究竟有何讲究 啊 据臣所知 这是元楚国江夏王府的东西 江夏王府 是的 上面这只太阳鸟 是江夏王的家徽 一 他们自称是太阳部落的后代 从战国延续至今 已经有三百年了 是楚国四大贵族之一 后来被韩信所灭 一家人一百多口 全部死于战火 只有一人幸免 谁 江夏王的公子妃 江夏王的公子妃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江夏王队 江夏ュ deadlines 重新推啊 江夏ission上 都有 无论唯有你等待 只等我把你切心的爱 地老天荒放心不甘 月月月有缺 冬去春有爱 不变千里真爱 不变千里真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